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日 今天谈一下这个七道轮回 六道轮回 五道轮回 还有我本人起初的两道轮回 我呢就结合一下我司机采访的案例 还有这个国内国外啊 这个大量的研究资料 这个给予这个时政来谈一下这个话题 那关于我实际采访的100个案例 大家可以看这本书 平阳在圣人 记载了我面对面 一共在这个湖南 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邓都基区 100个有前世记忆的人 这些有前世记忆啊 它不是推眠出来的 是自发的前世记忆 叫Spontaneous Path of Memory 是非常罕见的 就是从两岁多就开始谈前世 这个真实性是无垠之一的 那这个也是非常罕见的 有价值的 我写作的手法跟其他人有些不同 就是我不得有任何个人关键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全部记载到书中去了 所以就是不做过滤 不做审查 不做闪减 不扭曲 我相当于一个会计员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观证绝境 这个可信不可信 观证绝境 有无价值 而不是作者 根据个人的价值观去驱使 我本人也没有任何增教信仰 这个就是做节目 坚持这个无立场来做 那今天谈的七道轮回 六道轮回 还有五道轮回 最终我今天呢 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起出 我对轮回的这个研究结论 就是什么 七六五 这个其实只有两道轮回 这个七道轮回说的是艳独教 艳独教呢 这个跟佛教呢 这个佛教宣称 它是虽然脱胎于艳独教 但是它革命性的 完全不同 其实在我看来 佛教其实就是艳独教的分支而已 当然这个佛教徒 有很多不同意见了 你看它的盖板现样轮回 这个艳独教是七道轮回 这个佛教是六道轮回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艳独教觉得 有些人要脱胎植物 比如是脱胎成一棵树 那就多了这一道 植物道 其他的那六道都相同 什么佛斗了 这个千斗了 是吧 这个人斗 就是三所谓的三善斗 还有三恶斗 所谓的几语斗 这个恶鬼斗 还有这个 鲸鱼斗 恶鬼斗 还有畜斗 大善斗 所谓的这个 其他斗 修罗斗 燃斗 那艳独 那艳独教呢 多了这个修罗 多了这个植物这一道 佛教认为 然是正生是不能脱胎 然是不能脱胎植物的 那这个中国的道教呢 是五道轮回 就是把这个修罗都砍救了 因为中国人觉得什么修罗 从来没听说过 我也没见过 我在我研究轮回 研究了好多年 这个从来没有看见 任何一个人啊 投胎修罗斗 修罗是什么东西 说半人半身 说不清楚 当然这没有任何案例 这个宗教啊 跟这个宗教信仰 跟普通的信仰的最大差别 就是普通信仰 可以说一半正确 一半错误 比如说普通信仰 有人说这个 这个人华富贵是好啊 富人是好啊 有福 你还成了富人了 当官了 就是好 其实是一半正确 一半错误 这个富为什么就是好呢 这个你看看 王朝一顿乱 耕气 是吧 这个 你有权 你有大量的财产 你没这个本事 操控 祸害就来了 还多人经着 你这个位置 是不是 你看这个 这个汉朝 大司马 是吧 这个 何晋 何太后 他妈妈当太后 他当大将军 都督征外军事 是吧 这个管全国的兵权 结果要师长是几个太监 傻了 是吧 这个没办事 还有占了大位子 当官是祸害 钱也是这样 没办事付了这个东西 很多报复的人啊 搞彩票几个亿 几十亿美元 很快就有人发现没过几年就死在街头上的吸毒了 掩乱了是不是 祸一祸了 很快就完了 所以说 复 这种信仰啊 所以普通信仰 说复好 跟复 复了不好 全有权力啊 当官好 或当官不好 这个都是 这普通关键 这个普通关键 这些普通关键可以说一半正确一半错误 这个 但是 宗教信仰不同 宗教信仰是一种高度扭曲化的这个认知 就几乎可以说 就没有什么事实支撑了 就是 人家是一半普通信仰一半正确一半错误 宗教信仰坏了 可以说全部找不到事实依据 是高度扭曲的认知 所以说这个 修罗斗啊 比道教砍教了 所以生了武道轮回 其实这个 宗教的这些 宗教啊 包括宗教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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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道轮回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他不是基于这个阳格的事实教察的出的结论 比如说 这个所谓的际遇到吧 说人死了 这个很多人会下机遇 其实呢 我调查的结果也包括世界完赛包括欧洲科学家这个非常压速的轮回调查人员 调查的结果是死后下机遇的案例几乎一个也找不到 这个烟其实死了之后啊大部分人都去了烟间啊这个烟间呢就像人世间一样有好一些的地方有差一些地方就相当于一个社区 就正国而言基本上就是能穿的话死了以后啊 他不是有个帆场吗 帆山 是吧 这个帆山呢 这个埋了就在村子旁边可以说相当于烟间的村子啊 里面住了好多鬼一家一户一个帆墓就是一个家啊 这个都住着住着一个个的鬼在那生活啊 这个旁边有商店啊也有管理人员啊团员团也有官所以说是一个个的社区啊这个就没有清楚确切的证据说人死了下机遇这个曾教描述那种机遇啊 没有一个轮回案例之池 有人说有证据啊默默做梦下了机遇又出来了那你做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有曾教现阳看了很多关于这个机遇的描述然后晚上做个梦然后这就是证据了是吧 这叫普风卓影所以说机遇到这个证据就是确切的证据啊大家可以起庚我没看到没有任何轮回之池 或者说你这个证据够不成证据学意义上的证据作为的一个证据就是说你对别人也可以去符合不能说你做了个梦就是证据是吧 那我认我认可的证据就是轮回证据这个两岁开始谈前世都我验尖如何如何我认为他们描述的验尖是可信的啊 因为这个构成证据链啊 犹太纪两岁都开始谈前世我是谁怎么死的的是哪一千死的啊前世的千人全部可以符合起来你可以符合我可以符合人人可以去符合这就证据这就可信 马上做个梦说梦见牙望了看见阴间很恐怖这叫什么证据啊是吧 有个网友就跟我说说李世民所以现在还在机遇里面证据是默默然做了一个梦这叫什么证据啊 所以说登教现阳啊他现在东西这个不是机遇事实的他找出来的证据也没有一个是机遇事实的 所以说就是高度扭曲的认知啊所以这个机遇到这个就呃被我砍救了 我就是我认为是没有事实支撑的呃 机房啊就是死后啊我100个案例我就查了100个啊98个死了以后呆在阴间啊两个去了前堂 是邓族的前堂这前堂也不是在前上就是非常好的地方啊这个这个传不出啊非常幸福安详 然后还有这个歌舞表演啊所以说这个把这个际遇到就砍救了 接着曾教说死后六道还有个恶鬼道恶鬼道大家不要觉得是鬼道不是 这个你仔细看这个佛经的讲解恶鬼道是说这个死了以后啊 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鬼这个鬼啊他这个脖子太细了死道太窄了有东西吃不下 这个全世界我没看到任何一个这样的证据啊所以说也是虚构的 假计可以认为是虚构的没有任何证据是吧只存在佛经上不是虚构的是哪里的吗没有任何证据啊 或者说证据不足所以这道也砍掉了恶鬼道没有基于道也没有啊 嗯这个可能都是发明这些东西是有教化意义为了吓唬人的啊这个多念什么经就可以不入这些道了啊 所以基于道恶鬼道砍救了而这个呃死后啊98%的人进阴间在一个社区里生活 那曾教都不谈这一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教了佛教了 印度教了还有这个穆斯林呃教了都不谈说死后待在阴间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待在阴间啊就是该人世间不同但是也是一个社区生活但是呢 这些曾教啊都不宣传这一道对常见的不宣传为什么呢 你说死后不下机遇人家谁害怕嘛是吧你就没有这样子了说死后你要下机遇啊大家害怕那怎么办 这个念经啊入教啊然后死了就不下机遇了啊所以大家这个都入教了你说死后是平平安安的谁谢你的拯救 所以说寄遇到恶鬼到砍救了啊这个呃 偷胎动物这个事情啊这个一根我记录了八个在我的书中记录了八个 而且这个里面的一个人啊就跟我好几个人都说啊这个偷胎动物非常普遍 呃一般来说他们说这些人也告诉我呃在阴间啊这个基本上就是平均来说 偷胎三次动物呃再做一次人啊这个说的偷胎动物大家不是觉得很恐怖 偷胎动物偷胎个鸡45千就就杀掉了是不是吃掉了比人家很快啊 偷胎一只橙子拿这个可能就是几个星期就死掉了所以非常快 呃那这个欧美的轮回专家都不承认人可以偷胎动物啊这个呃 呃说违反建华论建华论也跟偷胎动物有什么差别吗 所以我觉得人偷胎动物是完全正常的 呃这个然后呢就偷胎人啊偷胎多神仙这个啊这个还有这个偷胎 呃不入来回成了佛这些是死无对症的事情 所以你你跟他辩论他就说你你李老师你采访都不行你没有全部采访我都全部采访极其罕见啊台湖这个再生人极其费力费钱啊 呃费精力这个说人家有机遇到啊人家下了机遇影视不得翻身 永远在那出不来所以你采访不得他永远出不来是你怎么知道的请问是吧你见去了吗 见去就出不来了你怎么出来的你怎么知道的是吧还有成了佛是吧是入了西方极乐净土 所以是搭腾道去了就再不回来了那再不回来你怎么知道的 所以说这个这个就是死无对症的事情啊就是不能当证据啊观察不到啊这个是吧有没有其他证据啊所以说就是传现养有出化的认知 那我起初的两道轮回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啊我的两道轮回就是这个呃一切正生啊啊这个一切都是生命在我看来一块石头一棵树一棵草一个虫子一个人啊这个 包括阴间的生物包括鬼了神了是不是佛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啊反正就是这些菩萨啦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天使如果有的话而这些都是正神都是生命啊这个石头也有灵魂石头所有坑不就是块石头吗都都会不会也成了呃一个人物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全都是生命啊都有思想有人说你这不胡说吗 石头是生命吗石头怎么不生生命啊也有宣传代谢是吧也有寿命啊有没有思想不是你来绝境的你别说你你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你都沟通不了何况你跟一棵树沟通了跟一块石头沟通是你的沟通能力不够啊并不是他没有思想啊 所以呢所以呢一切真生呢就是在烟阳两道轮回乱啊这是我的两道轮回乱啊就是正生啊就是这个可以互相投胎啊就是这么说人头湿透也可能也可能 只是手啊就是手你见不断说见不断这个嗯真生啊就是各种生命就是五 Pvn丘世界的就是羊斗啊死了以后都有寿命啊就是在就是死了以后这边一死那边就出生了在烟阳就出生了 阴间一死一消失 就进阳间了 就投胎了嘛 就找不到他了 所以就阴阳两道轮回 就非常简单 无差别 这是一种觉悟 大车大悟的 这个高度觉悟化的轮回理论 两道轮回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大家要看细节 就是这个轮回的细节 这个怎么投胎的 在阴间经历了什么 到了这个阳王健 到了城隍那里 阴间是怎么安排的 有没有审判这些事情 这个阴间有没有刑法 然后投胎怎么投的 为什么找这一家投胎 为什么找这个妈妈 选这个爸爸 这胎记怎么形成的 大家可以看我写的这么书 我个人觉得是 古间正外 最详细的轮回的书了 因为他不做任何价格 作者不持任何立场 然后是百分之百真实有当事人 原之原味的轮回 就差 台湾各大书店都有 英文版亚马逊有 100 cases of reincarnation among those people LULU最新出版的彩色版 将其繁奇 第二版呢 这个QBO.com有 其实苹果平台各大平台都有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影阅留言 进行节目就到这 谢谢